昨天呢跟我老婆两个人又吵起来了 原因呢就是这个水斗的问题 就是我们专修厨房呢 就是一个是想把水斗办这边 一个呢是想办这个中导台的位置 就因为这一点小事情就吵起来了 我就有点生气了 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这个厨房是你用的多 还是我用的多 然后可能我说了这句话 我老婆也三心了 她也不高兴了 她已经有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她也不跟我说话 我也不跟她说话 来听听我是怎么一回事吧 我先把这个排骨放一个面 再跟大家聊 再烤一下就好漂亮了 这个颜色 大家好我是Ella 刚刚忙到停下来 但是马上又要准备做午餐了 有网友留言问我们说 我们家的厨房后续怎么样 昨天呢 那个专修师傅呢 过来帮我们量了一下 那个厨房的尺寸 我之前不是那个发视频 说我们想专修厨房嘛 然后打算自己专修 但是不管你是 自己专修还是叫别人专修 都要新量尺寸 因为我们不管是去了一家还是去了中国人那个建材建材店 他们都是需要说是非常精准的尺寸 然后量好了很以后呢 他们就帮我订 订好了以后呢 就安装嘛 呃就是他说那个尺寸量的不对呢 他说是不退的 那么所以就必须要请那个师傅来量尺寸 因为我弟弟呢 他是做那个室内设计师的嘛 他有做了差不多快20年了 他给我们的建议呢 他说叫我们呢去一家问一下 因为他说一家的东西呢 基本上都是在设计开发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设计成让我们自己就是非专业的人是安装的 那后来我们后来呢就去一家问了一下 那一家呢确实是有这项服务 他们呢也上门两尺寸 两尺寸的费用呢也不贵 好像是70到90块钱 而且就是说如果你后期再开他们家订那个储具的话呢 他这个70还90呢还可以在那里面再减去的 那我然后我们就问了那个 那个售货人员吧 我说那你们的这些个厨具 是不是就是像那种我们买的那个衣柜一样的 可以是自己安装的 那个专业的人一样呢 他非常肯定的告诉我们的是可以的 我老公就问他 就是像我们两夫妻这样子 可不可以 他说是可以的 因为像我弟弟他就告诉我们 像那个板呢 就厨具的板呢 他都是一片一片的嘛 一家嘛 一般来说呢 就是先固定下面一片 然后再固定那个侧面 最后就是门这样子嘛 他说就是看一下说明书 根据说明书来吧 一般来想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中国人那边定的嘛 就是整体厨柜可能还更方便一点 后来呢 我们就在一家那里呢 就是我们的一家的那个售货人员呢 就告诉我们呢 就是要在网上自己上网 那个预定的就是那个两尺寸的师傅过来量 那我们后来就 那我们后来就 听好了 排队可能 感觉都有快半个月了吧 这个礼拜呢 才刚刚排到 挺久了 因为之前那个装修是中国的装修师傅呢 报价那么贵 基本上我们就已经半期了嘛 我就专心的在家里等这个一家的师傅过来 那个给我们两尺寸 然后呢就在那个昨天呢 呃我之前不是在视频里说过吗 我有个朋友嘛 他在那个废城买了一套房子 呃打算做出租的嘛 然后他那房子呢 就是急着装修好 租给住客的 然后他那边装修好了以后呢 现在呢就是 他就把那个师傅呢 就介绍给我了 然后那师傅就昨天过来看了一下 他也同意帮我们做了 然后呢 他的报价呢 我也非常满意 嗯 那我们是这样子想的现在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想的 如果哦 我是说 如果我们在那个一家定的位置的话 上面这一排位置会简单一点吗 我们就可以自己做 然后下面的位置呢 可能会难一点 我们可能就是请一家的那个工作人员过来做 他们呢 也有这项服务 也答应了 也同意的 他说 你可以 就是 这边自己做 这边呢 就请工作人员做 那这样子呢 算下来可能也 一两千块钱吧 就 就是可能省 能省一大笔费用 但是有一点的一家的师傅呢 呃 像这种洗碗机啊 他们就是不帮你 那个 就是安装回去的 他们只是负责装柜子 所以呢 就是可能我们还是要请中国的时候 是师傅呢 帮我们弄 然后另外一点 像改水电管道呢 我们自己肯定也是搞不定的 然后昨天那个师傅呢 他同意帮我做这些所有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是这样子打算的 因为我们这个冰箱呢 它是之前不是坏掉了吗 我发过视频的 呃 他现在的尺寸呢 是33的 现在市面上呢 一般性的这个冰箱 尺寸呢 是36的 33年非常少了 所以我们打算呢 就多留 多留 预留一点位置 留到36 这样子呢 我们如果以后冰箱坏了呢 我就可以有多一点的选择的余地 所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哦 就是 这个水斗的问题 昨天呢 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吵了一架 为什么呢 就是一个水斗的问题 嗯 我老公呢 想把这水斗呢 放在原来的这个位置 因为他觉得就是洗呀 切呀 在这边这样子烧呢 因为这样子洗呀 切呀 就是方便一点 而且水不会滴来滴去 那我呢 是想把它放到这个中老台的位置 因为我就觉得这边的位置呢 非常的小 后来我们两个就吵起来了 为了这件事情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可能我们还要再继续 沟通吧 不知道呢 不晓得是迁就他还是迁就我 现在还不知道 我们现在这个电磁炉嘛 我老公之前他是想的 就是说 上面还是电磁炉 因为可以方便放东西 烧菜 插 插洗也方便 然后呢 下面呢 他是想做柜子 然后烤箱呢 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这点呢 我也是赞成的 啊 就是我之前 之前视频里面提过的 我们就是想把它 移到这边为止 然后这边呢 做一整排柜子 然后呢 这个烤箱和卫布鲁呢 直接就是坐在那种 就是像流行的 坐在那个柜子里面的 整一个整体的那种 所以这样子呢 就那个师傅呢 都开他就可以帮我们完成 假如是我们自己做的话呢 可能我们就是 很多事情呢 我们就是不可以动 像什么预留这边 并像预留位置啊 什么这样那样的 可能我们自己就搞不定了 妈咪来了 还有像这种 这边搞电路的问题 因为如果我们要把烤箱 移到这边来的话 这边电路也要加大嘛 因为现在它是普通电线 它是不可以用那种 大的烤箱的 所以呢 我们自己都是搞不了的 这样这样上下来呢 所以呢 我们就决定呢 请那个师傅 那个师傅呢 也同意把我们做了 我老婆两个的争执点呢 就是这个水斗的问题 一个是想放这边 一个呢 是想放这个中导头 中导台的位置 因为中导台 我们这边不是加大了以后呢 也是可以放水斗的 哎 所以我们现在也头疼 但是那个这个周末呢 我们可以就是 就放钱了去定 那个柜子的尺寸了 因为有师傅 肯帮我们做了 我感觉 他说话 还有什么的 就是 就是给人感觉很朴实吧 不像之前那个师傅 他报价那么贵 然后人都不来看 一看我 他说你发一张图片给我 我发给他了 他就给我直接保个价 人都不来的那种 就这个师傅 我就觉得比较靠谱 所以基本上 我就会找他做了 他昨天把我们图子也量好了 不 那尺寸也量好了 图子也画好了 就是现在可以去电磁寸了 然后这个中导台这边呢 我们不是延伸到这个地方吗 就跟之前这个柜子 跟这个平起 所以呢 这样涨地空间应该是差不多的 然后中导台这边呢 我们打算做门 把它关起来 关起来以后呢 之前那个主人呢 他这边呢 还留了这个柜子了 我们现在考虑呢 要不要把这个柜子呢 就打掉它 就分成上面 跟下面的部分做柜子 中间这部分呢 我们就不 就干脆空掉它 不要它 这样中间部分流出来后呢 我们中导台呢 可能会看去大一点 所以这也是一个考虑 装修厨房 真的有很多事情 细节要考虑进去 不然的话装好了以后 就很难改了 好了我们下集见 拜拜 我是Ella